這裡 最後一天要去 看布袋戲的那個地方 喔 有點趕啊 沒 看你跑在路上 有點好奇而已 還有 最近屋子後面落葉多 早上掃過下午又一堆 所以我剛才在市場買了一點番薯 等落葉堆夠了 我們跑了來吃 好想思考番薯喔 天啊 聽起來就很棒 這房東真的也是很傲嬌欸 要用這個東西就不 天啊 嗨 是不是好像 全家就有了 家事幾乎都是我在做的喔 只要你跟太極肯幫忙做做家事 我也不是不能考慮一下 把珍貴好吃的烤番薯 稍微分給你們一點喔 那什麼東西 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一隻紫荷 誰塞給他的啊 什麼時候有這個紫荷 不是你呢 那為什麼會在你口袋裡 完蛋要被撩包了嗎 看這紫荷做得精巧 你又趕著忙 不如這隻小東西送我吧 收到禮物了呢 那麼作為交換 就給你一顆烤番薯的權利吧 喔 一隻不知道是誰的紫荷 換一顆法番薯 覺得賺欸 他只是喜歡禮物而已喔 什麼時候又有優惠了 等一下 怎麼會有優惠 不管不管 總之加油喔 不過我的房東喜歡我 結果不是嗎 欸 傻子 這裡這裡 你在幹嘛啊 戲都開眼了 吃到就算了 你還在那邊鑽來鑽去的 該不會是在找我吧 不是找你是找誰呢 當然是找你啊 討厭啦 你否認一下好不好 我...我們還是看戲吧 終於覺得這男主角有點會吃美了 雖然沒有選項 但終於出現一些比較好的對話內容 這樣就看會囉 全都亂演嘛 原來都是亂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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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戲不怎麼樣 可是這個戲班很有意思喔 他是泉州人喔 他是泉州人喔 像剛才那個魔王 不是為了施展大拋肩 差點整個我都睡到台上來嗎 好奇妙喔 如果在我們泉州 這種超偶師 早就被掃地出門了 不對 這種戲班 早就被其他戲班逼得不得不解散了 不是兇猛 是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布袋戲 也尊敬掌中的偶 所以無論是戲馬步動作都不可以馬步 有些地方的要求 甚至比真人的戲班還要高 是真的還假的啊 會不會太高一點 一百張地上王菩薩 從左邊放到一邊 這個是苦力活吧 但是這個戲班完全不管那些規則 只要觀眾看了喜歡高興氣氛熱鬧 不管多危險的事情都敢做 不是本來就這樣嗎 這樣講是真的啦 吃飯的傢伙是不應該這樣子聊來聊去 打下去 這樣講好像也沒有錯 沒有什麼大錯 沒有什麼大錯 這戲班敢冒險 因此有趣嗎 這不只是冒險 不只是冒險那是什麼 沒關係 你只要陪我多看幾場戲 早晚會懂 好 別來只要多陪看幾場戲就好了嗎 那沒問題啊 突然覺得他真的是個木頭 還問他說 不是只演三天而已嗎 這時候應該還沒有手機吧 應該要留個電話 怎麼會沒有留呢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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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 還要帶他去逛一逛 還要帶他去逛一逛 終於有一點 嘖 比較主動的感覺了 逛逛 你怎麼會想到這些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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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去 我想知道啊 防君子不防小人啦 是說 要是待會兒逛的姑娘我不滿意 下回看戲 就要有你點評給我聽 放心一定會有的 光是小小雞龍就有這麼有趣的布袋戲 台灣島這麼大 我們一定會找到更多更有趣的布袋戲 那當然 我可是不顧點娘反對 一路堅持到今天的野丫頭呢 你 你 到底是傻還是不傻啊 你到底是傻還是不傻啊 搞不懂你 我 以前的基隆車站是長這樣嗎 基隆兩個地方最熱鬧 一個是港口 一個是車站 因為是北部 當初北部 基隆我記得是最大的一個 進出口的地方 不是嗎 肯定是很熱鬧的 我知道我知道 奶奶他們聊天的時候有講到 幹了台灣田路的是清朝的流民船 是嗎 吃草的田路都拆光現在都是日本人改的嗎 是嗎 咳咳咳咳 可是台灣不是清末中國最先進的一省嗎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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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偷杜克是不是啊 為什麼會不想去港口啊 基隆的中央戲院是本地最大的戲院嗎 什麼叫演戲院 戲院怎麼可能沒有 喔 小姐來亂的 怎麼可能沒有啊 居然能看電影 能看電影是很稀奇的事情嗎 我好疑惑喔 那當然啦 在中國那裡 我們都聽說 台灣同胞在邪惡小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 邪惡小日本的殖民統治 沒有那麼誇張啦 真的是 到底在哪裏聽哪些東西 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誤解呢 那 趙薇你 覺得自己是哪裡人 對 我聽爹說 小日本曾經打算把住在台灣的中國人 全部洗腦成日本人 你開刀切腦 還是動用電擊什麼的 好恐怖的 沒這麼回事吧 你有遇過 不對 有看過誰遇上那種事情嗎 怎麼可能啊 小姐你來亂的嗎 派派晚安 每個開腦洞手術間電擊真的很詭異耶 是拿出一時代是不是 誰會來這套啊 這點上來這裡就是這裡啊 台灣跟基隆啊 你都說我傻 給個沒人會說的傻回答是剛好 你們這邊這間戲院 會演布袋戲嗎 戲院演布袋戲 那不就是演別的東西的嗎 是嗎 真可惜 不知道把布袋戲移到這裡 大家會有什麼反應 哪天真的演布袋戲在一起看 欸 當時的中央戲院是演電影還是演戲劇啊 是不是應該是舞台劇啊 那時候應該是舞台劇吧 當時的電影應該算是比較奢侈品才對 那麼 既然我們都過來了 可以讓我看看戲院裡面講什麼樣子嗎 戲院已經被包藏了嗎 好任性喔 這樣真的有用嗎 好草也是外地來的喔 外地外地 外地來的又怎麼樣 人渣我可是 國民政府的軍人喔 喔 果然是唱戲 所以是舞台劇 沒錯 今天包藏是軍人 他不敢冒犯嗎 走吧傻子 那真的還滿沒戲場的 就算了吧 很不適合約會的地方 還是去別處比較好 喔 真的覺得當時這樣子軍人真的很掃心 不是 我不喜歡軍人 他不喜歡軍人 他真的是不喜歡軍人這麼單純嗎 喔 為什麼 因為開箱的味道很臭 他真的是小時候有很不好的回憶耶 有什麼香甜的味道 烤番薯 好想吃烤番薯喔 周末來就買個一袋烤番薯 番薯放在家裡烤好了 丟到烤箱就可以烤了 周末來弄一下 對 就是那種 本來是哪一種 還有哪一種烤番薯 有別種烤番薯嗎 只有這種而已吧 還有別種烤番薯嗎 咳咳 他到底是哪家的就是 哪家的千金啊 怎麼會不知道烤番薯不是 可以再誇張一點 太誇張囉 好甜好香 沒想到用土堆跟葉子烤出來的東西居然會這麼香 中國沒有烤番薯嗎 不是沒有啦 只是在家裡 娘管的緊 說我一個大家閨秀 不可以吃這種髒事式的東西 果然是大家閨秀 就是個 他的確還滿不像會穿著漂漂亮亮坐在那邊的就是大小姐 滿不像的 起司感覺不太對阿 好番薯 誰管你 這麼好吃的東西 將來我逮到機會就要吃 最好每天都能吃 我今天本來沒有要開 可是時間剛好夠 他們客戶先走了 我就開一下 好 這紅紅的建築物是什麼阿 要不然不知道 因為剛好幾個要玩到什麼 才玩得玩 鳥居就是神聖的大門 你沒有看過鳥居嗎 這邊 這扇門圈都是神明的領域 果然是很日本的感覺 鳥居 參拜 你在說什麼阿 基隆神社 欸基隆神社現在還在嗎 原來是小日本的地方阿 現在變成什麼東西了 基隆神社現在台北還在嗎 金刀比羅 金刀比羅 那是某種刀的神明嗎 某種刀的神明 你講一下是某種刀的神明沒錯啦 龐海安全之城就跟媽祖一樣囉 媽祖是誰 我突然想到媽祖是不是有一部電影 那部王還沒看 對了 反正小日本也從這裡撤走啦 將來這間金龍神社也別拜什麼金刀比羅 這樣就 把這邊換成媽祖這樣好嗎 媽祖人家也不太一定願意住在這個地方阿 欸傻子 難得來一次 不跟神明打聲招呼 不好意思 小日本的神妖祖不拜 你教教我 不能找到本店的神錢去 真的嗎 有這種威力喔 先放錢到賽前先要拉繩子 通知他們之後才是拜祢 喔原來這是日本人的習俗是這樣 二拜二拍一拜 雙手放在膝蓋上面 先鞠躬兩次之後 雙手轉通人隊的高和石 輕拍兩下 還蠻不一樣的耶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日本的 就是習俗是這樣子 居然有這種拜法 不用跪嗎 可是中國拜神時 都是要跪下來拜託 有嗎 我們有都要跪嗎 好像也沒有阿 好像沒有都要跪吧 好像沒有都要跪吧 總之總之 來參拜吧 首先是香油錢 你要給多少 越多越好嗎 你要給多少 越多越好嗎 越多越好嗎 Bug了 真的假的 要五元嗎 跟捷刑很影響喔 有這種事情阿 下次媽媽怎麼要試試看 等一下五元是捷刑 以後去拜神社日本的話 就知道 要丟五塊了 那先這麼直接請示 叫神爲什麼蛇 這女的到底是什麼概念阿 然後是扯動神鎖 然後是扯動神鎖 他會不會一拉就把他拉掉了耶 好像很好玩耶 其實是 神社 日本神社在參拜還蠻有趣的 一直拉他的門鈴 這東西是叫門鈴嗎 他沒有想取得願 只要像現在這樣平靜生活下去就好了 好平淡的 平反的冤王 用平淡很快 平反的冤王 感覺就還蠻不平靜的 好平淡的冤王 硬要人要說耶 真的是 不好說就別說吧 討厭討厭 討厭啦 為什麼你這個傻子 走現在這種時候 才突然靈光起來 我 我 我才不告訴你耶 這樣是還蠻可愛的啦 這個傲嬌有加分 噢 先把人找回來 也不會不見啊 房東找到了 房東怎麼了 原德又怎麼了 拿到原德出事了嗎 噢 竟然被警察抓走 看見到那邊的警察局看見的 也是他跑過來通知我 我們快點 原來是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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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 竟然栽在這裡 不能去長壽 是你也不平靜 什麼東西 來啊來吃啊 等下是來的時候再去吃啊 應該有什麼就是譬如說寶石之類的吧 那時候 沒有嗎 那時候 限制中氣炸 反正到底怎麼了 你知道 可是警察不知道啊 好啦 冷靜 阿維 冷靜 聽太極凶的 你們來之前 我已經進去問過了 所以弟弟到底怎麼樣 所以他是沒跑掉 唯一被抓的 這樣真的很尷尬欸 你覺得聊天室有延遲嗎 怎麼說 現在的延遲是18秒 20秒 在那範圍 這段有點傻狗血耶 你每次都這樣 OBS要不要重開 看一下 延遲很多嗎 F我看看嗎 阿維 阿維 房東說得對 頭暗這個點子超爛的 難得連我都知道行不通 頭暗這什麼概念 怎麼會想要再招 總之 先別急著哭 可能會有點轉圈啦 因為我流量有點忘記要射多少 放心了阿維 我們住在同一棟公寓裡 我們彼此就都是家人 家人在這種時候 我現在自己看是不會到轉圈的狀況 是還好 看看流量調低一點會不會好一些 如果直接手動調低的話 但不管你想的自己被怎麼有本事 機欠房租位角都是不便的真實 房東 您別在這個時候拆我的台嘛 對阿米這種開台了 小開一下 其實這種氣炸是都剛剛下樓梯那一段 小開 Quem 整個會把真飯人抓起來 可是他弟不是就是在那裡頭 也參與其中嗎 就算我们真的抓到犯人好了 假如你是犯人进了警局 发现有的人已经在里面 顶了自己这一伙的罪 这时候 你是会老实澄清 对方跟自己毫无关系 还是趁机多拉一个人下水 糟糕啊 阿伟 这回就连太极是我 也真的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决了 哈哈哈 都死了可是你还有一堆流言没跑出来吗 真的吗 我看是没有 我看是正常的